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 在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到了花旗财富管理董事总经理 亚太区经济分析主管刘立冈博士和我们一块来关注 在这次中共二十大报告当中的相关的话题 刘博士我们可以看到这次中共二十大报告 在完善分配制度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表述 引发了海内外的关注 那报告当中特别指出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规范财富的积累机制强调促进机会公平 那规范财富积累机制更是首次提出的 我们应该怎么来解读呢 对 我倒是觉得就是在今后呢 政府是不是在这个二次分配方面 可以通过税收的手段对这个资产 特别是在今后像房地产金融资产 逐渐的开始有序的进行征税吧 当然了就是说一个税收的推出 它应该得到这个全民的支持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也有应该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程序 使这样的一个税收制度的推出呢 可以一方面促进这个中国的共同富裕的目标 另一方面呢又不打击这些多劳多得 就是说拥有资本比较多的人的 继续创造财富的这种积极性 所以说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呢 在我们制定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也要借鉴一些在这个收入分配 做的比较好的发达国家的例子 比如说很多北欧国家的 他们在这个贫富不均方面 就是做的是比较好的 但是呢他们也有他们的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这个通过比较高的税制 来解决这个贫富不均的问题 那么我觉得在今后呢 是不是在中国在税收改革的方面 可能要一步一步的试点 特别是去年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 这个房产税的试点 因为最近房地产市场的一些问题呢 被推迟了 那么在房产税的制定方面 如果说我们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突破 这其实是解决一些 这个财富积累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渠道之一吧 那么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也讲了 就是说中国在这个资本利得税方面 我们也没有立法 那么资本利得税在一些发达国家 也是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再分配的一个税收方法 同时呢就是说在今后是不是 我们也可以考虑在这个遗产税方面 逐步的进行一些试点之类的 那么这样一系列的税收制度的改革 在今后呢可能会对抑制贫富的不均 推动中国的共同富裕有一定的帮助 那刘博士在经过了多年探索和不断的完善 如何让财富源头积累 还有分配代际传承方面更加的规范呢 我们应该出台或者说完善 哪些相应的制度安排呢 在这方面我觉得可能是 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这个遗产税 是不是可以开始讨论吧 因为在一些发达国家 那么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遗产税 但是呢这个遗产税的这个推出呢 我们应该比较慎重一些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应该积极地去借鉴 一些国家的成功的经验 和一些国家的失败的经验 因为这个遗产税的推出呢 如果真的过高 它会造成就是说一些 就是说一些人会关这样的一个 税收的漏洞 那么同时呢可能也会 对财富的积累造成一些负面的 这个效应吧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在今后 中国在推一系列的这种 税收制度的改革的过程当中呢 每推出一项的过程当中 应该有一个慎重的过程 就是说我觉得是不是政府 可以通过一个税收 建立一个这些税收委员会的方式 就是说把社会的这个专家 和一些这个居民都吸纳紧来 就是说通过仔细的研究 都借鉴各个国家的经验 来慎重地处理这件事情 因为如果说这样的一个税收制度 它是在这个建立的过程当中呢 它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路径依赖的一个效应 如果一个税收制度贸然地推出 它可能会对经济的发展 资本的外逃 甚至对创富的积极性 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所以说我觉得虽然说 这是今后中国应该逐渐 推出的一些制度上的安排 但是呢在这个制度推出方面呢 政府也应该谨慎 吸取专家的意见 社会的意见 企业家的意见 和我们广大的老百姓的意见 那么如果说得到一个 比较好的共识的情况下 在推这样的一些税收制度的安排 我觉得会在预期管理方面 会做得比较好 那么这对中国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有帮助 同时呢也可以抑制 中国现在的贫富不均的问题 对推动中国的共同富裕 有很大的帮助 好 今天特别感谢 刘利刚博士来到节目当中 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 谢谢大家